原标题扬言 岳目 怡情 火王之千里同风 深冬送暖意扬言 岳目 怡情 火王之千里同风深冬送暖意 最处追看火王之千里同风 完全是出于对火王之破晓之战的好印象在那部戏里 景田和陈柏林组成的高颜值高甜CP组合 实在是太全粉了 火王之千里同风中 继续被他俩甜而不后的爱情故事所着迷不仅如此 剧集还恰到好处的镶嵌进了科幻 商战 悬疑等元素在他们的包装下 爱情戏也更加有看点 尤其值得一提的 就是景田在这部剧里 他在形象上来了一个大变身一息 娇俏美丽的短发 外加一身百变的时尚女装 时而萨爽 英姿 时而知性 大气 时而俏丽 娇能的 即视感 顿时喷勃而出 火王之千里同风 对受众的林选非常精准 剧集就是对准90后 甚至00后等年轻网友与观众 也因此剧情在节奏上明显加快 非常贴合整个剧社 而随着剧情的 不断推进矛盾的不断升级 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冲突 风格对众也花火四季 让人在体验浪漫美好 甜蜜幸福的时候 又能感受得到别样的风格 这种干净不拖拉的叙事风格 以及快速推进的高能节奏 一如景田饰演的童风的雷厉风行一样 既应景的人设 剧社 又能很快就将观众 带入到剧情中 林逸是高冷的霸道总裁 童风是热血的干练记者两人的 不打不相识 自然会如同天雷勾地火一样炙热 两人从互对互掐互撕到包容温情浪漫 火辣火辣 玛丽玛丽 温馨温馨的爱的进程 非常应景当下年轻人的爱情路径 所以 非常引人入圣而景田始终在现的演技 让童风这个记者在爽之帅性的同时 又不乏恩情暖田的另一面 作为知性女性的正确爱情观 人生观 作为玛丽记者的爆棚正义感 景田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看惯了景田的古装戏 突然看到他在现代职场生活剧中 有这样的表现 还是挺让人惊喜的 火王之千里同风 堪称是一部颜值盛宴 剧中除了景田陈柏林 这的颜值天后天王之外 还汇吹了张义姐 拉宇蒙 张卫娜 刘海兰 孙少龙 范一轩 杜俊泽等颜值全程在现的帅哥美女 整个冠军的过程都非常扬言 月幕关键是聚集在服饰妆容造型方面 也仅跟时代潮流时尚感十足潮流感爆棚 绝对有除尘洗眼的强力功效 特别是女一号景田在造型服饰妆容上的福利 简直是那天的各种好看的发型 各种不同的口红色 细各种耳环首饰 还有各式各样道令人眼花缭乱裙装 风衣 职业女装 等等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整部剧集的时尚指数 而剧中的时尚美感不仅呈现于人物角色的服饰造型妆容上 更体现在整部剧中的办公环境 家居寓所中 那些办公设备 家庭用品 点点滴滴细致末节中都呈现出了满格的潮流指数和时尚感觉 说真的很想拥有剧中那样阔气的豪宅和高智的家具高颜值男女负责养眼 时尚潮流指数爆表的服饰妆容造型 负责月木麻辣又浪漫的爱情故事 负责一情一神 正义正能的主题负责立志深冬之际看 火王之千里同风